歡迎來到這段我們要趕快有請鍾琳 這個鍾琳來幫我們來看看 這個鍾琳選股票的一個原則就是跟著大戶布局 對不對 我們不用知道他背後什麼故事 但他肯定有故事 不然大戶不會來買 是這樣的原則 因為知道的人他一定會有所動作 如果說我告訴你內線 你會不買股票嗎 不可能對不對 因為這不符合人性 不符合人性的事在股票市場裡面是不可能出現的 真的 有人講說股市其實就是一門心理學 對啊 就是資訊幫助的問題 就是第一線 然後慢慢傳到後面 所以我們一般的散戶 你要怎麼知道內線 我們沒那麼多消息 所以我們就很簡單 鍾琳的方法就是我們看大戶 大戶怎麼個動作法 我們就跟著他的動作 這樣來選股 好 所以今天終於用同樣的方法 六檔股票幫大家選出來 這個都是一樣用同樣的方式 來 我們看到第一檔挑到的是民探 對 這次是網通的 那網通我相信最近的資益跟資邦很夯對不對 他除了做網通以外 他要切入什麼 他還切入那個車聯網的部分 就是倒車雷達 就是同志 昨天外資還出了一個同志報告說 提到500塊會不會壞對不對 對 就是他做跟同志的東西是一樣的 但是他還在認證階段 這個東西還沒有貢獻營收 不過他有這個題材在 那這個東西會不會怎麼樣 不管他不知道 不用理他 因為怎麼樣 你要看籌碼的話就是 你沒有 就假設我們沒有任何的內線 我都不知道他怎麼樣 對 都不知道 我們假設一定有人先知道 對 那投信會去包含公司對不對 嗯 投信要拼其下嘛 最喜歡找那種小型股標股 然後開始索碼 對 因為民探今天收盤才十幾塊 十七塊八 對 然後你看這個 然後這個投信之前沒什麼有嘛 對 最近開始一直連續的買 對 連續的買的話再搭配這個大25比率 這邊我記得是65個人 嗯 到禮拜一公佈編74個人 這樣多了 多了9個人 這個是400張以上 對 400張以上 代表這9個人他是突然間的大買 把他買到400張以上 對 對 對 一般來說散戶不會買400張以上 會買400張以上 會買400張以上一定是屬於 比較知道公司要想要幹什麼對不對 口袋比較深的人 對 也就是從這邊到這邊 多了9個人 對 股票多了9000多張 哇 所以代表什麼 這一個人一人買了1000張左右 如果說我們給他平均的話 一人買1000張左右 哇 那你想想看 沒事跑進來9個人 然後各買了1000張 這一張要1萬7耶 對啊 然後他買了1000張耶 對啊 這樣是要上億元砸進來 對啊 就差不多就9個人嘛 一人1000張嘛 哇 然後就整個跳上來了 是 對 所以跳進來的話 你再搭配這個投信 這個月是投信的作帳月 所以應該是有機會 因為他的線怎麼樣 我這條不是什麼均線 這條是投信成本線 投信的成本線 也就是對投信來說 這支股票 現在已經賺錢了 他賺錢了 那賺錢會怎麼樣 通常他都會加碼 加碼是不是 對 因為他買不久 是不是這樣看 對 買不久 然後一買 發覺買了有錢喔 有錢還要加碼 為什麼 因為投信目前的持股水位很低 還0.幾%而已 後面還有很大的空間 是 所以這個看起來還不錯 對 我認為這次是可以留意 這次還不錯 這是明太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是跳到第二檔是政耀 政耀今天漲停板 對 他今天是漲停板的 那其實他跟那個 我們之前在講的時候 講那個3141的驚鴻 對 兩次是一樣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驚鴻 3141的驚鴻 喔 一路的往上走 你看這個像是空投嗎 這不太像空投 大盤在跌的時候 他也不太跌 就是一路往上走 這經過大盤往下修正 對 他都不管他 有跌 跌這一根 跌一根 交代一下 你要有跌的時候 怎麼投信停車給你 一根 再來又跑上來了 對 他的題材是什麼 例如你問我的行李箱 他做驅動IC 電子標籤 那政耀的題材是什麼 我們之前我記得在 也是在這個節目上也講過 對 也是你問我的行李箱 一樣的 兩支都你問我的行李箱 一個做驅動IC的晶片 一個做什麼 他那個標籤的那個電子紙 所以這兩個不是一樣嗎 那兩個不是一樣的話 你再看一下 這個大物資股比 你會發覺 這個只要深藍色就增加 增加他股價就會動 然後修正的時候他不動 然後現在開始怎麼樣 又開始買回來 一直買買買買買 然後搭配投信 然後今天在這個地方 投信成本在這附近 對 所以也就是在這個地方進場的話 其實就是跟投信成本是一樣的 那如果說這個月他想要弄一下的話 金鴻都已經上去了 他不是做一樣的嗎 對 他不是做一樣的 人家已經買成這樣子了 所以今天搭起來 我認為是OK啦 而且我有看一下今天搭起來是誰買的 誰買的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怕小虎隊對不對 對 什麼小虎隊啊 富邦F4 因為那些人買進來明天都賣掉 對 今天不好意思都不是他們買的 有啦有小買啦 買個50張啊 不痛不癢 前幾大的都是大券商 都看起來都像自營部 所以這個現在去買 跟投信買的價錢也差不了太多 差10%啦 差10% 你昨天來 如果說我昨天我有來的話 我也一樣講這一支 這樣子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我們應該要昨天早天 但是他一樣有長 我認為他應該是有一個波段的走勢 因為看金融也是走一個波段 所以現在還不晚就對了 對 大家明天還不晚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有沒有其他的 來 像這個晶圓店249 這支比較大支 但是我認為它是有潛力的 是 因為像現在不是在講VR嗎 對 VR它那個東西是 你要配合一台超級電腦 對 那裡面需要一個繪圖晶片 對 那如果晶片我相信現在大家看 如果看新聞都會看到 比如說最近沒股的NVIDIA 對 在拍電動都知道NVIDIA 做那個會圍圖卡的 對 那支股票現在漲翻了 因為VR的關係 它今天漲了四成 對 漲四成 那漲四成你要想NVIDIA今天是誰做的 是誰做的 台積電嘛 對 誰封裝的 晶圓電嘛 有啊所以你看這個部分 所以它有VR題材就對了 對它有VR題材 就是它是幫那個NVIDIA做那個封裝的 所以你看這個部分 投信買買買買買買買 一直買一直買 然後大二十五比一直升升升升升升升 一直升一升 82%了耶 這個股票怎麼樣 股票都在大戶手上了 外面已經沒升多少了 而且它是第一檔買上來的 所以像這種股票 就是人家買這麼多 就是應該要做它一票了 剛好搭配VR這個題材 所以你看最近 台積電是不是也很強 台積電為什麼很強 是因為加蘋果單嗎 蘋果單好像還 不知道在哪裡對不對 但是光VR這一塊 其實NVIDIA 丟單給它 其實台積電 它也是有這個VR的題材 是 所以晶圓電現在也都還OK 沒錯 都還安全 好那我們再來看到這個安晴 對 這支股票就比較特殊 因為最近是頭信是在賣的 對 但是其他頭信其實也買很多 之前也是買了一缸子 對 現在的庫存都還有五千多張 8.2% 那主要是它大戶手伏比 在這個禮拜 它是上升第二名 就是上櫃當中有排行榜 對上櫃當中有排行榜 它排第二名 為什麼 每個禮拜的第一天 都會公佈上個禮拜 這個大戶手伏比怎麼樣 它是跳出來第二名 也就代表什麼 代表是有人在收它 而且收它的 你看這個幅度 突然間跳上來 如果說你對到這個91的地方 它現在的大戶手伏比是 最高點 也就是說什麼 所以這當初股價在91的時候 都沒有那麼多 對啊 都沒那麼多 那現在才剩下多少錢 75 對剩下75塊 因為這個地方是接近520 520那時候好像有股災對不對 股災掉下來 大家都怕520講到怎麼樣會崩下去 結果發現沒有崩 沒有崩怎麼樣 趕快買回來 因為這支股票你看 這支股票 我記得我們在連線的時候也有講到嗎 這股票它有V型反轉的前科 它最喜歡V型反轉 你看這邊摔死人 然後又漲回去創新高 這邊也摔死人 又開始 你看又這樣子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它投信成本線 對 投信在賣沒有錯 但是呢 小賣 其實沒有 買都是很大隻 賣就慢慢一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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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像這部分它已經到什麼 到投信成本區這個附近 我認為 應該是有機會找N字形 因為它竟然賺5塊5 5塊5的話其實你給它 差不多 因為像這種物聯網的 你給它15倍本一筆 其實都沒有這個價位 所以我認為其實這支股票 還是可以留意 還是可以 安晴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是梁維 梁維應該也是半導體設備 沒有它是做線材 做線材 對做蘋果這邊的線材 它上半年的業績不錯 因為它的 因為出蘋果線材的競爭對手 有問題 所以訂單全部都轉給它 然後下半年 別人的痛苦就是它的快樂 沒錯 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 他出事有發現 都帶來我這裡 那現在就是蘋果下半年 有秘密武器 但是現在很多研究員去問 其實都說有秘密武器 但是呢 都不能講 都不能說秘密 不管說什麼捐商指引部的 或是說像呂中堯呂大師 在金州刊也寫到 也寫到這一支 然後他說什麼 他還是說蘋果下半年有秘密武器 然後他也不知道什麼東西 然後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東西 但是就是線材是用它就對了 但是這個東西我們不管 不管它是什麼東西 不管它 反正大戶買很多 你看本來是這樣子 大盤在跌的時候 這邊崩下來 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一直接地狀往上上升 然後那頭信這個地方 它開始建立部位之後 它也沒什麼賣 對 所以如果說你從這個部分搭配來看的話 然後它現在又在怎麼樣 成本線附近 成本線附近 沒有拉很開 如果拉很開的話 如果說比如說要結帳 比如說像星象這種 那頭信成本線150的 它現在300多塊 對 這頭信如果說要稍微結一下帳的話 慶財膽結都賺一倍 對 那像這種就是 他們有必要砍它 為什麼 這成本附近有什麼好砍的 搞不好還會上去 對 就像這種 我認為這個都籌碼異常 籌碼異常 異常的多 對就異常都怎麼會一直買 買到後面 就是萬般 萬般買進就會什麼 等一個利多 然後 一般來說都是這樣子 好 那最後一個是生技股 聯合股科 對這聯合股科 一樣就是你看這個 你又發覺一件事 像這種走起來 你現在來看都跟大盤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都怎麼樣 他們全部創新高 然後大盤就是在那邊反彈而已 沒有創新高 但他們全部創新高了 然後你看這個大股子股比 也是一樣 一直往上跳 一直往上跳 而且投信到目前為止 還在怎麼樣 還在買高 你看這個一直買 一直買 我剛剛特別問這個 鍾琳講說 這個投信成本線 那聯合股科 他都已經賺錢了 對 然後會不會賣掉 鍾琳說看他 因為他還在賣 如果說他這個地方沒有買 或是開始賣的話 你可能要小心就是 他是不是要結帳 但是呢 他到今天還在買 表示什麼 表示今天這個教育 他還可以接受 還覺得不會 那我就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教育他可以接受 代表什麼 還會漲啊 對他認為還會漲 還有高點 所以這個地方 我還要繼續的給他買 所以像這種投信一直在買 然後大股子股比 一直沒有往下掉的話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 果然上陣一陣 應該是還有機會 都還有機會往上走 好 非常謝謝鍾琳 那麼今天用他的方法 大股子股比例的增加 然後搭配投信的買超 幫大家選了六檔股票 給您做參考 好 那麼再來有請詹總 幫我們選選股 詹總我一直講說 你看有機會回生 你會揍我嗎 我先聲明一下 那是理論上 過程當中 我們必須一步一步 慢慢看 慢慢邊走邊修正 因為詹總有一個重點是說 他會不是一波到底的 可能會修正 很多的波折 所以那是一個理論值 我們慢慢的來印證 對 然後詹總每個禮拜來 每個禮拜修正 帶大家來慢慢做 來 我們看怎麼選股呢 但是呢 一件事情確定的 指數會不會到那裡 慢慢再看 但是呢 可用這邊很多 這是真的 旁邊要漲的個股很多 所以你抓住這個重點 比大盤的重點還要重要 是 那我提供六檔股票給大家 這六檔股票我認為 都不是太漂亮的股票 但是也算是名盟正派 而且呢是有看頭也有來頭的 是 那共通的特性都是一定要 營收要成長 嗯 那要有題材豐富 是 那人家才願意買 對 那很重要對你來講 大抵確立了 大抵確立下檔風點就小了 你就可以 可以攻可以守 至少回檔的時候 它沒有太多的抵檔 嗯 那麼 更重要是它 掌聲的初期 嗯 激起還很低 所以你可以做的長一點 也可以做的短一點 嗯 那就要看你的功力了 跟你的持股的配置 是 好 那就六檔股票呢 我們大家簡單來談一下 第一檔 金電 太陽能股票走得差不多了 嗯 該換LED接棒 LED來 金電這檔股票我記得去年 八九月的時候 嗯 八九月的時候 我記得在八九月 那次跌到二十塊錢 對 我第一次告訴大家 喔 痞疾太來 嗯 結果那波衝到 這周K線的那波衝到三十塊錢 嗯 很多人才在追 我說你不要追了等下一次機會 嗯 這一等 等了八九個月 對 等到這次又破底 那這次又破底呢 對一個現行來說 這個是一個底部 長期底部的第三轉點 喔 一次轉點 兩次轉點 三次轉點 過去我曾經用這個方法 幫很多都這邊 測試底部找出很多 一段彈生蠻強的股票 那這一次 我認為另外一次機會又來 嗯 那麼回到剛剛那個字卡 它到底有什麼好 它本來很爛 一直都虧錢啊 是 DG還虧錢啊 重點是LED的 那些金利的報價 已經開始有一點 嗯 那毛利開始有一點轉轉 是 重要的是它靜止還有四十八塊 你知道怎麼七折八塊自散 三十塊錢還有吧 對 那股價還在二十塊錢 是 那技術面是第三個轉點的出現 我認為 它是中長期另外一次的機會 當然現在看到它樣樣都不好 對 但是等到再漲一段 大家又開始做追教 又說它好 嗯 我認為你現在 它是一個脾氣態勒的事情 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考慮 那漢磊呢 漢磊看收到這段股票呢 很多的優點 現在它是一個主流族群 嗯 IC現在最最紅了 對 它本身就變成一個控股公司 轉 轉型轉得很成功 對 那另外它有一個私出同門的 好朋友 叫漢維科喔 喔 漢維科跟他同一家喔 不是 但是同資同門 同一個老闆 同一個集團 同一個集團 沒有互相之間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是是 但同一個集團 那重點是這檔股票 我認為搭ABC已經修正完了 喔 它在今年的第一季開始 營收成長度開始 去年如果看去年很爛 虧兩三塊錢以上喔 那今年我認為 開始已經轉機成長 是 那這個搭ABC修正 覺得已經差不多了 嗯 我認為如果你把這個當作一波 二波的修正 那未來 如果說誇張一點 它是由主生斷 會往上走的 喔 有那個期待性 是 是 它是得宜的供應鏈的其中一檔 非常重要 還便宜十幾塊而已 十幾塊股票 對 這個都價位相對比較低 OK 那這檔股票 當然大家也都知道 它最近 它應該是很不好 為什麼 低劑的財報很難看 對 另外呢 另外一個重點是 它 大家也都知道 它其實呢 它最近被取消融資 捐了資格 因為它的股價 不是 它的淨值已經低 10塊錢以下 被取消了 是 但是你看喔 用日K線 倒是先看一下日K線好了 先看一下日K 這個日K線 就是等它取消融資 融資 融資券資格之後 竟然 融資一路減 但是呢外資這個地方 還一路再買 然後這個股價走這個形態 過去我告訴大家一種叫 鑽老鼠這種破鼠 破底斑 它走出這種漂亮的形態 這種漂亮的形態 是邊走邊洗 我們說 吸收籌碼 有一種打補 一種呢 盤補 一種呢 壓低補 還有一種拉高補 這個動作看起來 它是一種拉高補貨的動作 那可見是有些來頭 回到剛剛那個表 如果這幾個題材裡面 任何一個題材 只要能夠稍微發酵 對它現在價位這麼低的工資來講 應該是有看頭 中期大雙底行程 特別值得一提也是 大家知道它老闆是誰 這個半導體協會的 半導體協會的理事長 盧超群 是 這個也是可以稍微提一下 中長期的 大雙底有一點成形的味道 嗯 那如果是這樣的 未來的 可以做得很長 也可以做得很短 我認為充滿轉期性 OK 這個介紹給大家 至少 那說到光電板 最近這檔個股大概很穩住 所有的先鋒了什麼股票 二三五五的 這些個股都已經飆翻了 它也有一點開始在做車電板 但是為什麼股價差這麼多 現在不到30塊錢 它去年還賺4塊2啊 它鏡子也39塊啊 它同樣有在切入這個領域啊 對 中期你看啊 為什麼沒有想到它 因為它前面這段時間的 業績衰退率比較強 而且它搶市場速度稍微慢了一點 它從前高掉下來是腰斬 對啦已經腰斬 腰斬到這個地方 它有形成三重底的味道 所以你從現在短線 你有時候從短線來看 這很爛 從短線來看 因為有彈了一點點 往上看好像彈了一點點蠻高的 你如果由山上往下看 它才在膝蓋邊緣 這個都還有機會對不對 對我認為 它轉期性 現在也開始在盈頭轉 自潮 趕上嘛 有那個機會 這檔個股 我記得兩個禮拜前 我有推薦給大家講過 因為它的財務很好 也有付爸爸 Paper要給它賣 Paper要給它賣 你看日K線 它先看一下日K線 它日K線 我們講的時候在這裡 它也沒有很急 它慢慢走慢慢走 走到今天才把所有的板牙給獨佈 它不會很急慢慢走 但是呢 我說這檔股票你看長期 我認為是有看頭的 周K線來看也是蠻漂亮的 如果你把這裡當作第一大波 那就是二波的整理 好像接下來也是有 慢慢走組繩段的機會 當然你要看視野要拉長一點 好 那最後一個中壽 那麼如果金融股 我很少介紹金融股 如果現在我們的警戒付出是真的 對 那最終的受益者會回到金融股身上 那很多人都在問金融股 你到底要選誰呢 對 對 有大有小 大概都會選 先算雙塔嘛 對 怎麼沒有講 富方金國泰金 有道理 但是那個畢竟大了一點 而且呢 說實在利潤可能不是那麼高 那我特別講 中壽市這檔股票真的是蠻 你看這個財務 這是第一季 這是去年的EPS 實在是 本利比蠻低的 重要是簽證的法說會 它已經公佈它自己的EPS 就算以南價值 竟然可以到哪五十五塊 怎麼那麼多 現在幾塊 現在二十五塊 以南價值還超過它兩倍 以南價值就是通通把它清算掉之後 它還有那麼多錢 對 金融股這個是最適 如果用電子 不用其他產業來看 這個以南價值 經濟以南價值 可能不見得是對的 可是金融股是比較確實 是 所以這個就有機會了 它這個地方也是做一個 底部形態已經蠻明顯了 我認為對金融股有興趣的 可以把它稍微列為首選 好 稍微很低的 給大家做參考 好 不要謝謝詹總 今天幫大家做的六個選股 都疊得低低的 現在是不是有機會了 給您做參考 好 我們休息一下喔 下一段回來繼續幫您回答 您的持股問題 2016世界性能風雲車 The New Audi R8 原子賽道為速度而升 Dice會導致的 蔡國兄,你怎麼這麼熱 怎麼那麼高 用心實在比較重要 從未未後悔 看小朋友吃大虧 不可以這樣做 放心教你今夜真幸 為了現實 你放棄出國留學 為了生活 你放棄自己興趣 為了所愛 你放弃升迁机会 未来自己做主 搜寻H12大女子保险计划 光无所不在 星与你同在 星光元寿 一 二 三 Hey ladies smile 诶 粉红鸡 很正哦 黄金才 你看 我很厉害吧 我可不是普通的粉红色 好看 更不许你小看 我是粉角色 Sansung Galaxy S7 霓光粉 新上市 来三星智慧馆 买S7 霓光粉系列 送卡纳赫拉旅行组 孤天空 品台湾农药 色茶 四季以来 超强的茶味泡沸水 百分之百 使用台湾茶药 色顺茶秋色 一美配完五两六茶 期待早晨最美妙的相遇 麦当劳班尼迪克双淡大早餐 让你爱上早晨 吃盘餐 有乐趣 买任意套餐组 送早安文件夹 啊 灰指甲除了影响美观 更重要的是 灰指甲是会传染的 感染灰指甲 一定要立即治疗 乐指令 灰指甲外用药领导品牌 胃补不不合准 任命位属药数字 每次药效持续七天 药效直达指甲底层 杀死霉菌 及早治疗 防止扩散 治疗灰指甲 指名料指令 买对才有效 为了现实 你放弃出国留学 为了生活 你放弃自己兴趣 为了所爱 你放弃升迁机会 未来自己做主 搜寻H12大女子保险计划 光无所不在 心与你同在 星光人寿 好 欢迎来 任命这种 帮我们回答一下 观众朋友的问题 第一个朋友要问上银 上银怎么操作 我想上银是一个好股票 基本上来讲的话 随着说这个 这个机器人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产业的一个 这个发展 我想它线性滑轨 什么这个应用都很大 那也站上所有群线 我想多方还是可以做一个续报 来 台信金 台信金来讲的话 这个之前台信金 其实的重点 就是在跟这个张银 的这个问题 那以前民进党政府 种下了鹰 那现在来讲的话 也是要这个解铃环心 续铃人 那看起来这个 是不是跟张银 这个是有一个机会的 那以现行来讲的话 现在也是多头了 那我认为说 大盘如果好的话 其实金融股 会有补涨机会 所以我想也是 可以偏多看待 好 双红 这个双红它有点套道 它买在72 那双红来讲的话 它可能就是买的 因为价格稍微有点高一点 因为之前双红 那从这个二三十几块 开始起涨 涨到九十块 涨到这个三倍了 那这个短线来讲的话 大盘如果机智好的话 它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 再去做一个 拉升的一个机会 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 因为获利的筹码 很多要下车了 那最 不过近期来讲的话 就因为量也比较缩了 我想是好事了 那产业的发展来讲的话 包含就是说 这个三星等等 它采用了所谓 它的这个散热模组 这个手机里面 因为这个功率越来越高 需要一个散热 所以采用这个散热模组 是一个趋势的话 我想对它来讲 也还算是正面 所以在股价 押回到50块附近的话 我想也还算安全 所以我想大家可以 也可以先行再做一个续报 好 非常谢谢陆明副总 也谢谢今天三位来宾 那么在待会儿呢 这个发发健康有方 今天杨芳姐 要带大家来聊聊胆固醇 以前我们对于胆固醇 会觉得这个高救很不好 但是呢 其实现在要破解 大家的迷思哦 这个胆固醇如何维持呢 你怎么吃东西很重要 待会儿节目内容当中 跟大家做分享 那么今天也非常 谢谢大家收看 爸爸理财武方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